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上课吧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在前面咱们学习了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 在解法上有着五个基本的步骤 区分母 区跨化 一项 合并同类项 系数化为一 这一节课 咱们再综合性的看一看有关一元一次方程 在实际问题中它的应用 先看今天的学习目标 一 掌握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一般步骤 二 理解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工程问题的本质规律 通过对工程问题的分析 培养自己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咱们先看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当 x 等于什么数时 x 减去三分之 x 减一 与 7 减去五分之 x 加三的值相打 同学们考虑考虑考虑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途径是什么 问的是它的值相打是在F4等什么的时候 所以咱们解决的时候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很明显 这是一个方程问题 它的值相当就是值 这两个数学式子相当 所以咱们要想解决 必须通过方程进行解决 所以我只要在这两个数学式子上 画出等号来 列成方程 这就可以了 咱们在书写的时候 可以写上有体义的 或者说有体义可得方程 这个方程是咱们前面所讲过的方程 它含有分母 要想解决 第一步是去分母 前面咱们讲过 去分母的实质 是等式的性质二 两边同时乘以某一数 谁能知道 在这个方程里面 要想去分母 那么两边应该同时乘以几 应该两边同时乘以十五 请坐 也就是说 是两边同时乘以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乘以十五的时候 是左右两边都乘以 那么乘以之后的结果 应该是x上要乘以十五 第二项三分之x减一上 也要乘以十五 等号右边的七要乘以十五 最后的一部分还要乘以十五 所以化减之后 就变成了15x减去五倍的括号 等于105减去三倍的一个括号 在这个问题中 同学们解决的时候 时刻要注意的 有两个地方 一 等号左右两侧 单格的字母x 与单格的数 七 不要漏掉了 也要乘以十五 第二项 在等号左右两侧 含有分母的部分 分子作为整体 一定要含有括号 剃掉分母之后 咱们下一步要进行的是 去括号 就是运用去括号法则 那么咱们看一看去括号后的结果 干什么 请同学们来回答 来 这位同学 15x减5x减5 等于105减3x减9 好 请做正确的 在这里面要注意 去括号的时候 要用到乘法分配率 是括号外面的这一个数 与括号里面的每一项 分别相成 不要出现漏成的现象 那么咱们再解决 该进行一项 一项的时候 切记的是 要变号 再进行的是合并同类项 我把这两步合在了一起 得到13x 等于91 最后一步 系数化为1 可以得到方程的几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里面 是当x等于7的时候 这两个数学式子的值 是想等的 写上最终写论 通通这个题目 咱们简单的回顾了 前面所讲过的 解一元一次方程的 五个基本步骤 那么咱们再看一看 解一元一次方程 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今天咱们专门讲 工程问题 想一想 工程问题之中 常常用到的几个量 它们有什么关系 这位同学回答 是功效时间和工作怎么样 它们之间的关系 工效乘以时间等于工作怎么样 还有呢 工作时间等于工作 怎么样除以工作效率 还有 工作效率等于工作 怎么样除以工作时间 好请坐 这是在工程问题里面 经常用到的一些关系 但咱们了解这些之后 就容易解决 工程问题了 看这样一个工程问题 整理一批图书 由一个人做 要四十小时完成 现在计划 由一部分人 先做四小时 这里面要注意 不是一个人做 是由一部分人 到底几个 还不知道 四小时以后 再增加两人 和他们一起做八小时 完成这项工作 假设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相同 具体应先安排多少人工作 在工程问题里面 有一个经常用到的总工程量 往往是不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在这种情况下 总工程量 咱们常常是看作一 然后根据题目里面的内容 咱们需要找出各自的关系来 工作效率 工作时间 在这问题之中说 一个人做 需要四十小时完成 那么 这一个人的工作效率 就该是四十分之一 当了解了最基本的 这两项内容之后 分析问题的时候 咱们前面曾经说过 要注意列表格 分类 为什么说 要列表格分类 在文字体之中 实际问题之中 往往牵连到的数量 会特别的多 如果说不怕它归类的话 很难找清楚数量间的关系 所以对于问题 咱们要注意分类 在这个问题之中 所牵连到的三个基本量 工作时间 工作效率 工作量 还有工作人数 所以腾着 咱们画了四了 整个的工作阶段 分了两段 先有一部分人做 再由两人加入 又做一段时间 完成工作 所以咱们分了两个阶段 数字分了两段 那咱们根据提议 完成这个表格 我不妨假设 具体 先安排 X人 参加工作 那先工作的 这算是第一阶段的 那么第二阶段的人数 就该是 X加二人 剩余的这些空 同学们根据提议 现在完成它 找同学说一说 看看下面的空格 该如何去签 工作时间上 第一阶段 工作了多长时间 工作效率是多大 工作量又是多少 请各位同学说 第一阶段的工作时间 是四小时 第一阶段的工作时间 四小时 工作效率了 工作效率是 40分之X 40分之X 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呢 一个人的工作效率 是40分之1 那这X人的工作效率 就是40分之X 那么总的工作量呢 总的工作量是 40分之4X 40分之4X 请坐 那么在第二阶段里面 咱们再看看 这些内容该如何解决 第二阶段 也就是增加两人之后 增加两人之后的工作时间 能看看吗 增加两人和他们一起工作八小时 则第二阶段的工作时间 多长 请这个同学说 八小时 八个小时 那么 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是多少 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是 四分之一 几分之一 四十分之一 好 请坐 那么有了工作时间 有了工作效率 再写它的工作量 也就简单了 工作时间乘以工作效率 这是单人的工作量 再乘以人数 属于是总体的工作量 所以下面的表格里面工作时间上 第一阶段的是四小时 第二阶段的是八小时 工作效率 单人的都是四十分之一 没有改变 可以得到工作量 第一阶段的四十分之四 第二阶段的四十分之八倍的括号 那么当完成这个表格之后 回过头来 咱们再分析 完成整项工作分两个阶段 那么这两个阶段最终的结果是 完成这项工作 说明了这两个阶段的工作量之和 应该等多少 总体总工作量是几 是多少 工程问题里面总工作量 请回答 应该等于总工程量一 应该等于总工程量一 请做 这是在工程问题里面的特点 分结段的工作量相加 等于整体一 这个一 就是作为了总工作量 因为它不具体 所以用一来代替 那现在有了这一方程之后 剩余的内容 同学们在练习本上 把这个方程解出来 现在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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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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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二 请坐 刚才我汉空学文所写的 是按照解方程的一般步骤 五个步骤 区分母区画号 一项合并不类项 细数画一 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当在实际问题之中 你把这一个解方程的步骤 用得已经很熟练的时候 这个过程上 咱们可以进行简化 这是刚才同学们 严格的按照过程 来进行写的时候 得出的结果 如果说你把这些过程 都熟练了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代替 写这个方程的 x等于2 如果说还不熟练 把这过程写完整 然后写上最终的答案 先安排两名工人 进行工作 这是在工程问题里面 咱们要注意的问题 列方程经常用到的是 分解段的工作量 相加等于展体一 那么咱们再看一个 相类似的问题 抗空抢险州 修补一段大地 甲队单独施工 12天完成 乙队单独施工 8天完成 那么从这两句话上 咱们可以知道的是 甲队的工作效率 和乙队的工作效率 下面又说 现在有甲队先工作2天 这是第一阶段 剩下的有两对合作 最终完成 这是第二阶段 问还需几天完成 这个还需要几天 是指 剩下的有两对合作 还需要几天 合作的时间 既然都属于是工程问题 已然离不开 总工作量是1 一般的情况下 在这种问题里面是 问什么 设什么 问的是还需要几天 咱们就设 还需要F4天 然后咱们还需要解决的是 甲队两队 他们的工作效率 各自是多少 那么从题目里面 谁能说一说 甲队两队 各自的工作效率 是多少 甲队的工作效率是12分之1 以队的工作效率是8分之1 请坐 甲队的工作效率是12分之1 以队的工作效率是8分之1 当有了工作效率之后 咱们再看看工作程序 甲队先工作两天 然后合作了F4天 最终完成了 实质上 从这个工作程序上 咱们应该知道 列方程的相等关系就应该是 甲先工作的这两天的工作量 加上合作的这X天的工作量 等于整体一 那么甲先工作的这两天的工作量 该是多少 甲队的工作效率是12分之1 意思是指一天能做整项工程的12分之1 他先做了两天 则先工作的这两天的工作量是多少 也是完成了多少 请回答 一万万万六分之1 六分之1 也就是说用12分之1乘以2 那么我再问你 合作的这两天 这是X天 合作的这X天 也就是包括甲队和乙队 他们的总的工作量又是多少 是 24分之5X 24分之5X 已经给他计算了 就错了 那咱们可以分开了些 12分之1乘以X 是在合作的这几天里面的工作量 再加上8分之1X 是以对在合作的这几天里面的工作量 那这样咱们就能够得出方程来 12分之2 加12分之X 加8分之X 等于1 前面的12分之2 是甲队先做的两天的工作量 后面的两个含X的项 属于是合作的工作量 有了这一方程 咱们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按照刚才所说的 同学们再把这一个方程解出来 看能不能解证去 刚才有同学解错了 错在了取分母上 稍微关系不止 我手持续 对把这一个方程解决了 我们就能够解决了 好 我们就能够解决了 是白刀 那么就能够解决了 我们就能够解决了 我手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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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手持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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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位名同学 算是等于四 请坐 咱们在书写的时候 我看同学们写 还是一步一步的写 咱们在练习本上 要一步一步的写 书写的时候 解题过程里面 我就省略了 解这个方程的 爱子等于四 然后答 剩下的还需合作四天 刚才这两个例子 有一个共性 都属于是分阶段的工作量 相加等于一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 并不绝对 有的时候会出现其他的情况 咱们再看 有一些相同的房间需要粉刷墙面 一天三名 一级工 去粉刷八个房间 结果 其中有五十平方米的墙面 没有来得及刷 同样时间内 也是一天 五名二级工 粉刷了十个房间之外 还多刷了另外的四十平方米墙面 人多 每名一级技工 比二级技工 一千多粉刷十平方米墙面 求每个房间需要粉刷的墙面面 这也是工程问题 和刚才咱们所做的 有一点不一样 这里面所牵连到的量 也比较多 咱们画两个 分类解决 既然是工程问题 永远离不开 工作时间 工作量 工作效率 由于在这里面不是一名工人去做 所以还牵涉到人数 咱们有增加了一项人数 需要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那么整项的工作 是由两种形式的工作费来提做 一是一级技工的 再者是二级技工的 所以不管每一项上 咱们上下分成两篮 想办法完成这一个表格 这里面要问的是 每个房间需要粉刷的墙面面积 咱们所问的这一项 在整个表格里面没有出现 咱们就试 每个房间需要粉刷的面积 为X平方米 那粉刷一个房间的话 那就是X 两个房间 2X 粉刷八个房间的话 那总的面积就是 8X 那咱们不妨先看 一级技工 总共多少人了 从题目中咱们能够看出来 第二房说 一天三名一级技工 去粉刷八个房间 所以人数上确定了 一级技工的人数是 八 是三 时间 在这里面 关键 是前面两个字 一天 这个一天你怎么去理解 有的东西可能会理解说是 在某一天三名技工去工作去了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你按照这种方式理解 也要知道他的工作时间 某一天他去工作去了 干了多长时间了 应该是工作了这一天 所以他的工作时间 应该是一天的 那么工作量 也就是粉刷的墙面的面积 八个房间还没有刷完 差多少 差了五十平方米 没有来得及粉刷 所以八个房间的面积 8X没有完全粉刷完 再去掉了五十 这就是他的工作量 那现在在这里面 给出来了工作时间 工作量 还有工作的人数 工作效率 只能用前面的量 来表示 这里的工作效率 是指每人每天的工作量 那咱们想一想 这个工作效率应该如何用前面的数字 来表示 刚才咱们曾经说过 工作效率是等于 工作量 除以工作时间 而现在与人数有关 还要再除以人数 所以这个工作效率 应该是8X减50 除以3 当有了一级技工的情况之后 二级技工的也就容易表示了 总共是五人 工作时间说得很清楚 同样时间内 那也是以前 工作量 粉刷到十个房间之外 又多刷到四十平方 那他的工作量 该怎样表示 这位同学说 10X加40 10X加40 请坐 那么最终 二级技工 每人的工作效率 又该怎样表示 小说 10X加40 除以5 10X加40 除以5 请坐 当有了这两种技工的 工作效率之后 列方程的时候 要注意 题目里面经常提到的 谁是谁的多少倍 谁比谁多多少 少多少的这样语言文字 这些文字往往就是咱们 列方程所需要的相等关系 本体顶目里面出现了一句话 每名一级技工 比二级技工 一天多粉刷 十平方米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里面 这一句话 就是咱们列方程 所要的相等关系 它可以说成是 一级技工的工作效率 减去 二级技工的工作效率 等于十 也可以说成是 二级技工的工作效率 加上十 才等于 一级技工的工作效率 不管怎样 利用这一句话 咱们能够列出一个方程来 方程的解决 同学们到课下 在自己的练习本上 认认真真地做一做 看看咱们今天所说过的内容 有关工程问题里面 要注意的三个基本量 工作时间 工作效率 工作总量 在一般情况下 工作总量 是看作单位一等 并不绝对 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记清楚 解语言一次方程的基本步骤 是有五个步骤 去分母 去括号 一项 合并同类项 细数化一 在第一个步骤 去分母的时候 是同学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两边都乘以 各分母的最小红倍数 有的学生 只在左边乘了 右边忘记了 咱们可不能再忘记 好 今天的课 咱们就上到这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好 同学们再见 小操